人家就不幸发 是W.Aros的这个中单选手 对 镜头到哪里就出现一点 好像今天妹子特别多啊 镜头随便一扫就可以找到 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虽然我知道都不是为我来的 但是还是挺多的 都是你每次看到一个妹子的时候 旁边都有那么一个不太合适的 这个倒没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赶紧看比赛 好比赛看一下上路有萌多 这盘上路还真有萌多啊 那是打野的好吗 可能会去过上路啊 好看一下双方那个出门庄 而且盲村怎么打开太拳了 好比赛也直升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 双方出门的话是 捷拉应该是一个515 他是带了 两个人应该都是一样的钱 一个三眼 一个四眼 不过另外一个多两瓶红 绝目多了两瓶红 对 我怎么觉得绝目带拼蓝也不错 诶 那这一场是蒙多这个走位 好像是想入侵一下对方这个野区 那么EZ刚才那个Q应该也是判断到打到人了 所以说他们的位置是暴露的 看到捷拉这里是给了对方四人帮一个眼睛之后 好这里是给了 果断的给了一个眼 那么还可能是要骚扰一下对方打这个时候的人 对这盘有一个 哎发条是被打成了残血 还好还好 但是现在时间还比较早 中路的线比较短 那么LGM这边是给到了AIROS这边四人帮的一个眼睛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一盘炼金拿的非常的非常的科学 因为你看一下LG这边的阵容 石头人是一个控制性为主的英雄 然后主要的输出点吧 凤凰又不是爆发 就飞机一个人有点爆发 所以说石头人炼金一旦装备成型之后 很难死掉 这样子就很限制这个LG的这个阵型 那么LGM这边的一举一动 蒙多已经是在AIROS的眼皮底下了 对 炼金是四红出门 这场应该双方是打正常队线 是的 那么盲僧这一波拿红 不知道蒙多会不会过去骚扰 既然是给了红BUFF放了一个眼睛 好吧没有选择去骚扰 那这下盲僧应该也是能 他们只是想了解一下他这个动向 看一下双方是不是都是不交这个成见 好 蒙多是没有用到成见 盲僧这里拿红MUP应该也不准备用到自己的这个成见 相比之下 蒙多在前期还是站在一个状态上的小优势 这样来说打掉了石头人的LGM这边下路组合 是应该会比对方先到而止 对 好的 绝目也是目前能在场上战据的主动拳 就是因为他蓝多的时候 可以用这些小鬼来限制你的补兵 在都没有装备的情况下绝目的这个伤害还不错 对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绝目其实打EZ就是打对面有EZ的情况下是最爽的 他那个小鬼会荡掉你的Q 那你很难受 上路的话双方谁都限制不了谁的补兵 可以说上路应该相比之下略合 链接应该更主动一点 就是他们有蒙多减速的话 加上一个过肩摔 石头人还是稍微有点危险 虾子已经是来到了中路 请起来第一次的干净 发条 有可能要交到上线 还好 他非常的就是 小心 不要到了那种特别关键的时刻 我就不交召唤石几能 否则的话你还会再来的 果然盲僧就没准备走 如果他降的太极了 那么这一步就不行 因为凤凰的这个Q 现在是发条跟 瞎子跟发条有什么仇吗 上一盘也 我们梁昌也是这样针对啊 对 估计发条的球里面装着瞎子的这个眼角膜 看看他会不会来第三次 如果来第三次应该是装了 对 这就是我瞎眼仇人 我开始因为你是个美女 一看你是机器人 我当时眼就瞎了 果然来了第三次吗 好 那么是在 对方的四人帮这个附近 绕了一圈 回来了 这种蒙多也是好像 发条线的状态不太好 蒙多好像有来中路的这个趋势 果然是这样的 提到 但是不敢进啊 凤凰刚才意图也是很明显 直接走位上前去逼他 可以看到下落明显是有着绝目的一边 不太沾便宜啊 对几是26刀 EZ23刀 兵线在塔下 发条倒是中路这场打得非常的强势 这场的话一定是带了一个治疗 然后是由绝目带的点燃 对 对方的话也是一样 双方下落都是没有虚弱的 那么都没有虚弱的情况下 这场是没有虚弱 对 炼金 蒙僧 蒙多 这三个人应该最高兴 他们就是要充脸的 这场是零虚弱局啊 是零虚弱局 充脸的英雄就是太开心了 尤其是蒙多这一种 但是没有虚弱局就意味着多点燃 这一波凤凰要再强杀一下 这一波消耗有点惨啊 非常漂亮的一个 可见LGM这是凤凰确实是应该重点关注一下 发条也是很小心的 就是不到迫不得已情况下 我是不用我的闪线 我只要有闪线在手里 你就会 不会就是那种玩命型的这个强杀 技能释放非常的准 对 下路的话 杰拉也是频繁的在用自己这种小技能和这种花朵 来消耗对方的血量 我觉得现在一个好一点的选择 就是蒙多来中路稍微的顶一下 不要让这个经验丢失掉 然后赶紧让发条回家一次 否则的话 发条这个血量 凤凰还是会尝试性的去放Q的 一旦Q到的话 但是可以看到 这边中路发条 虽然说是血量被耗了很多 但是补刀是没有落下的 对 现在是34当 和凤凰比较持平一点 上路的话也是差不多 石头人的话就顶着你的伤害 石头人打练金的时候 只要注意 这次鸭子和蒙多的走向是完全相反的 下子已经来到了上路 看看练金这个兵线 因为练金的兵线不太好 又没有再闪线 下路这里 绝目也是打练号 上路会危险一些 果然这个练金压线压得太前了 看来这个FB 能不能跑掉 哎 这个 漂亮 所以 没有常见 MVP就是来的这波小兵的第二个 好 果然是摇起来了 对 你看这练金扭着屁股 摇摇晃晃晃的 哎 没事 没事 开这个急跑就是跑掉了 我刚刚看到他的血量已经太低了 而且线压得非常前 对 很冷静啊 不知道练金是准备直接裸时间杖 还是先出工资 好吧 那么走了一个非常稳的路线 连工资中就没有出的情况下 出时间杖 现在这个下子好像是想去偷笑对方的这个四人帮了 对 其实在很早之前啊 我在打排位赛的时候 我就认识一个咱们国服役医区 一个很厉害的练金 他就跟我说练金一定要出远古意志 但是比赛中看到练金都没有出 国服的练金我有印象 好像只有冬哥了 哎 下子漂亮 飞机是一个闪现杀掉了这个 那么这个一定有危险了 最后果然这个比较有杀伤力 那么这样子一来 其实蛮好的一点 就是杰拉收到人头之后 他的工资装会比绝木要快不少 还好是没有让那个飞机拿到一次双杀 是的 鞋子加红石头两个装备 那么绝木好像连鞋都买不起 他还得要去复合这个演的这个金钱 下子这是第N次来到了中路 那么萌多的位置 飞机三个人一起在强拿对方的蓝buff 哇 这一下的话 这个蓝buff如果再被抢到 知道对方下路是已经死掉回家了 那么这个时间差把握得非常好 是的 发条现在有点郁闷 不知道艾瑞斯敢不敢就去抢下对方的蓝 IG队发条已经获得了胜利 不知道艾瑞斯这边会不会也是像上一盘一样 对 看看 LGM这边是已经出到了两个圣杯 中路的这个凤凰出到圣杯之后应该还是会补一个缺化神石 凤凰也是看你们在中路的时候 他现在刷对方的死人帮了 对啊 因为凤凰现在有了蓝buff之后 他就可以借着自己清兵线更快的 抢到一个大的 这个萌多的血量 这个是一个 应该不算是盲球 但是肯定知道你萌多在打 双方现在开始辅助在小龙这个地方放针眼 这一下萌多有点不爽了 谁先排掉谁的 他的红buff还没有清理干净 他这次回家之后 得过来把那个小怪打掉 否则他的红buff就会慢别人半拍 这会儿是LG占据了场面上的一些优势 看看萌多这波是在往下路移动 暂时他还没有打出比较有效的干客 对 其实下路等掘墓到了六级的时候 如果两方 两方如果说正规打的话 其实飞机和杰拉还是蛮虚的 飞机现在是比 哎 这一波可以看到中路这里凤凰 又是一个非常nice的强队 打掉了发小一半的血量 而且 蓝已经不多了 那么发小这次是选择了回程 哎 石头人是大招的 哎 这个大招 好好的 这个可以说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第一上路的事业已经完 就已经没有了 再一个就练金可能没有及时的告诉队友 他也没有想这么多 一个倒六了的石头人 你是要时刻汇报他的动向 对 石头人这个英雄也是最常见的打法就是去gank中路 或者是配合打野的效果 这样一来的话 LG也是知道你八条已经挂掉 直接 开始打这个小龙了 对 真眼也是有LGM的 这个真眼呢 刚才反掉了绝目的眼睛之后 哎 盲松这个血量 成功的拿掉 现在LGM是三米一领先 而且拿到了第一只小龙 可以看到飞机的压制非常的激进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用Core来消耗力 结果是在等到对方这个 说完回家之后 继续的把线带到了塔下 练金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了 这场 对 这场如果说一直这样打 然后练金一个人在带线 对 就是这种一直打下去 最后导致就是没有人去管练金的话 也会让后期的团战 Aerox是因为练金这一个位 一个位置去占据很多便宜的 练金在后期有了一定AP之后 也是很可怕 而这个LG的阵容确实是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哎 下路级的结果回天了 在这里加血 但是被飞机 Aerox1 没办法 在辅助回家的时候 ADC一个人在现场是非常危险的 特别是像杰拉这种 刚才 控制是能够穿越小兵的 刚才主要也是一个点燃在先 治疗在后 各种细节决定了这个EZ的命运 现在盲松也是继续来到下路 那么杰拉即使是挂掉也是 又是碰到了对方的两个人 又是要强杀了 对方一个补助 但是没什么用 这个大招无非也就是上去多放俩技能 LG传送过来了 看看能不能 链金的传送 盲松一个W 大招大招 但是 闪现 这个太nice了 之后杰拉的一个E技能也是流到了链金 这个闪现 哇 这个有两下 这个 反应太快了 对 其实发条的大已经很果断了 盲松超量 他们一选盲松果然是有备而来 对 我们现在中路的凤凰又是 发育得很开心 刷掉对方一次40m 已经来到了102刀 11分钟 这边看到装备上面有一定差距的时候 EZ跟飞机打还是很难打 非常危险 飞机还有个W 诶 刚才那Q没有打到 不过这个减速跟上之后 最平衡一定最后是 被捷拉 捷拉 捷拉就是一个大招 那么现在下路 实在是 可以说下路已经有点崩了 被对方拿到6个人头 这个辅助这场实在是有点赚啊 拿到了3个人头3个主攻 现在Aerox的话是有有 有那么一点严峻的这个局势了 有一点滚雪球的意思了 嗯 就看炼金 就看炼金 其实还要看一下炼金的发育 其实打团战的话 Aerox叫阵容的话 是能占点便宜 只要地形上面不要去跟对方 打那种小地形的战斗 然后凤凰的墙去把阵容隔开 由于绝目是辅助 然后他一开始出了一个险者之石之后 没有时间出道 龟壳就被连杀一两次 对 导致现在血量还是很低 被捷拉溢到可能就会强杀了 我觉得Aerox应该给自己的这个蓝buff这边 把视野做得好一点 发条一旦没有蓝 再碰见一个对方有蓝的凤凰 是非常头疼的 完全耗不起 现在EZ是一定需要收割一次 否则就和上一盘 可以看到上一盘就是小孩的EZ是两次刺杀 第一次刺杀完了之后 马上就发生了一个质变了 石头人又再一次的蠢蠢欲动 应该是盲峰送他一个蓝buff 那么这么一来上路也是 没下路是果然又是那个情况 只要辅助被杰拉给溢到 就是要强杀了 对 辅助又拿到了一次双杀 还好这次是一个二番二 然后是两个人一人收了一个大人头 这场辅助要走AP路线我感觉 刚刚说完他就拿了一个小丑面具 好有钱的辅助 这波发条又被凤凰截到 但是凤凰这个英雄 他是属于一个持续性辅助的 他这个太亮了 这个闪现 哇这个石头人估计要哭了 现在发条是在跟对方这个瞎子比拼上 你闪现很亮我闪现比你更亮 对 果然瞎子跟发条就是有什么不得不说的故事 然后若峰在看比赛的时候 哇这一闪有我昨天那个份 对 跑得好 看到这里是十二级的凤凰对战一个十级的发条 凤凰这个英雄能持续给你带来伤害 但是现在下路这个状态该怎么办呢 对方有一点空线啊 刚才这个线又过不来 对 掘墓的话其实真的 这个如果真的去拿这个辅助冒险的话 真的是打到了后期才有效果 这会儿它是完全跟杰拉没法比的 看到上路这里要抓链金 但是蒙多也在后面跟上 石头人又没有大招 所以说上路没办法 就看这个上塔什么时候破 这上路这两个应该是谁都对谁没有太大兴趣 对 一个链金和石头人 诶 这一波拉到了凤凰 但是这个车子这个血量还很多呀 所以说塔是不能攻击到凤凰的 发条狼克的一个大招 发条状态也很差 可能是想回家了 对 线又退到了塔下 那么 这个很无奈 又不得不收这波兵 但是这波兵又很危险 又要这个 关心一下躲着对方的Q 看下链金这次回家 还是没有能成功的做到时间之杖 中路的塔已经被爆掉了 凤凰又是再一次的用墙给视野 然后收掉对方的四人帮 可以看到中路的补兵数 已经有一些差距 Aros这边是由蒙多 首先带出了400 但是看蒙多的这个发展情况 现在是一个闪避鞋 一个洪水晶 加一个多蓝盾 现在盲松是被对面发现 不知道EZ会不会像Acer的EZ一样 一个大招成功的抢掉这一只龙 打的还是很快的 直接拿掉了 那么LGM又是拿到了第二只龙 对这会儿链金面对一个有蓝buff的石头人 还是蛮头疼的 这里直接石头人一个闪现 压力 对方就完全的不怕 炼金这个英雄一定是在对方没有外塔的时候 他才更可怕 然后现在Aros其实劣势已经非常的大了 对 人头上面 经济上面 包括其实目前这个大局上面 都是差距不小 上中路和下路 他马上就不要 这个捷拉是闪现过去 想要留人 一个闪现换了两个闪现 他也不亏 有小丑面具的捷拉了 对 这个伤害也是不容小虚的 这一盘 以及艰难的做出了自己的三项 虽然是被杀掉了四次 但是捕刀也是 还是和对方飞机持平的 对 看到现在 萌多在下路 练金现在在上路开着大招 石头人的话 这个Q技能还是在这会儿 给链技能带出一个非常高的伤害 他还是得小心点 对比一下两个打野的装备 也是差距有点大 对 因为小龙的原因 可以看一下 场上最有钱的就是 而且萌多刚才丢了一个400的话 Aros这边是有很长一段真空期了 应该都没有经济来带400 对 虽然说打野发育不好 但是辅助发育的更不好 是的 那么飞机也是比EZ 多了一双大鞋 也多了一个975 又是一次蓝buff的争夺 这个LG打出了XDOM的那个范儿 嗯 在蓝buff这里 韩国队友打得很凶狠 是的 看一下这一波 练金也是有传送的 不知道会不会打成 那么是自人强抢这个蓝buff 对 应该没有太多办法 一时得到了这个辅助 绝木跟上发条一个大桩漂亮 但是伤害的话还是不错 萌多又会来掉下来黏 那么这会儿LG反倒是有一点点 飞机不过蒙多是先挂掉以后 被绝木送起来飞机双杀 凤凰面弹 飞机三杀 飞机三杀 现在飞机还在上路不停的输出 EZ危险 这个输出蓝buff太好了呀 最后再追这个链接 又是被一个墙给格闹了 对 最后跟上去 哦 最后一个人 好吧 最近的ADC都表现神勇啊 对 各种三杀四杀 这个确实是啊 Erik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刚才那波是看起来就不太应该强打了 对 八条前期的发育也不是特别的好 是的 那么他虽然是一个大招打完了之后 看起来伤害还不错 但是没有再有后续的输出了 这样一来的话 之前也分析过他们这个阵容 大部分都是肉 对 主要是输出上面 在练军这种持续输出面前 你想硬跟对面刚这种团战 肯定是不太明智的 而且真的就是Erik这套阵容 一定要打到后期 对 才能体现出来他们这个阵容的力 一定是刚刚出到一个三项 对 自己的状态也不算特别的好 而且是没有大鞋 然后对方的话 这个 就杰拉这个点都算是一个爆发了 但是目前从这个局面上来看 他们很难撑到他们想到的那个时间段 对 所以刚才那波我觉得还是 应该后退丢掉一个篮 也不至于损失 对对对 说句难听话 就是 真正的打到后期 练击和蒙多两个人 就是即使是三个人全挂掉 他们两个也能把对面群人收拾下 这样一波又是让对方的ADC肥起来了 是的ADC现在是直接是一个暴风大剑 现在这个LG的经济大好 石头人也是直接抽到了深渊 我们这一波是想要有月塔的行为 对 但是蒙多是在上路的 暂时没有什么危险 但是石头人的一个Q也是能打到蒙多这么高的血 凤凰还在推中路二塔 大招直接一个大招拉起 EZ跟上 那这个凤凰是有点危险 这个凤凰的上位 差一下 凤凰躲掉了EZ的大招 凤凰吸收了足够的伤害 可以说是越打越 哎呦 接着一会儿越打越顺 打掉了EZ的各种技能 飞机直接就可以冲上来收割了 是的 现在飞机已经是八杀一死六主攻了 即将超神了 现在EZ感觉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前 哎 这里盲僧也是抓到了这个 不就连在自己家里门口放一个眼都这么危险 对 它们这个阵容在塔下打消耗也是完全不给力的 我发现以后想选发条 是不是先把沙子给扳了 或者把它球里边那两只眼 这个眼角膜扔出去 现在LGM又是成功的推掉了AEROS这边的中路二塔 对 最关键的是凤凰的蓝buff拿的不要太轻松 发条是没有摸到过蓝buff 这个可能也会就是在前期这个小小的影响 一个蝴蝶效应 甚至直接转换上路 那么上路这个外塔应该也是要退掉了 是的 现在这个时期的话 AEROS完全阻止不了LGM这边的推进 他们现在只能在塔下就是抓对方的失误 否则的话 正面钢团是完全完全没有胜算的 鞋拉机场是出到了一个法穿鞋 那么应该会依靠两个工资装 后续再继续出这种AT的装备了 对 凤凰也是鞋的圣杯马上做好 这会双方的装备是差距太大了 其实拿萌多拿龙女也是不错的选择呀 三只小龙 LGM又是准时的过来打掉 这是完全被理解的 因为AEROX现在根本没有出自己 塔外一段距离的能力了 谁出去谁倒霉 萌多又是在23分钟的时候被迫带出了一个400 第一个400掉得太早了 这个时候如果他再不带400的话 很有可能就已经是在要 在野区被对方入侵的太深 对 只能先把自己野区这边的眼睛给排一排 已经看到他们AEROX这边的野区 也已经是布满了LGM的眼睛 LG这条整容也是先手抢完 马上就有人跟上技能 好 这波飞机已经是无尽加三项了 领先对方EZ太多的装备 中路一样 上路也是 那么这波LGM肯定是不会放弃这个装备的领先优势 对 要不然就是推 要不然就打大龙 已经逼到了对方的这个高地塔之下 看好像是还是准备强行先推进一步 现在由于装备的问题 再加上这种的问题 AEROX没有什么爆发 所以说石头人完全敢越塔 AEROX这边爆发只有八条这一个人 对 其他人就打不出瞬间伤害 所以说在塔下也感觉打 塔已经被要被剪掉了 发达被不开了大招 很多人倒是石头人一个大招 但是后须伤害呢 全部起来 雪木是先挂掉 飞机这边是好压力的在输出啊 对 雪木开了大招也是让练 练金也是能打出点输出 哎好的 这波发条很满 终极了 把飞机杀掉了 那么练金应该是追不上这个凤凰 他的时间可能快要到了 这波发条双台还是很满的 继续追击这个 这个 这个 瞎子应该是很难跑掉 对 他这会有800都没用 这两个人是 仇恨有点高啊 最后这个人头是被 蒙多给拿到了 这一波其实 已经算打得非常成功了 EZ没有挂的情况下 倒是在对方点掉这个塔的一瞬间 直接上去墙打了 刚才发条那个大招拉得非常的好 嗯 导致石头人的一个大招上去指控到了人 但是队友没有接到伤害 这波Iros已经是打得非常漂亮的一波防守了 对 可以看到练金是马上补到了护甲和摩卡 暂时可以喘一口气 但是马上就要面对的是对方的大龙 对 大龙站了 或者说是硬性拿中路 都有可能 杰拉是飞到了400 发条这场是出道一个大的升杯之后 是一个深渊 这也是没有办法 顺风帽子逆风深渊 对 再没有太好的选择了 如果他要攒帽子的话 应该要经过非常长的一段时期 对 那么这段时期的话 Iros就会很难过 现在炼金的装备还是需要再多一个大剑才好打这个团战 刚才也是看到到绝目复活了炼金之后 确实对方很头疼 不过炼金 没有出道力枪啊 LGM这边还是在继续的两路带线 对 现在炼金有传送的话 可以玩一下玩命带线 逼对方去抓他 但是由于他们中路的外塔和下路的外塔都还在 确实是一个比较难过的处境 现在LGM是直接开始打大龙了 对 看看Iros这边怎么选择 他们应该也是能看到了这一下 已经快打掉了呀 你得打车 你得打车 好吧 黄峰拿到了大龙 没办法了 石头鱼留到了两个人 发条也是要挂掉 绝目也是跪掉 那么复活出来的发条也是完全造成不了什么威胁 炼金这会儿最多是把凤凰的弹读出来 都没有太多可能性 这一波是打了一个1换4 最后是一个E4的EZ逃跑掉了 这一场有点危险了 对 这一波中路肯定是要掉 然后下路跟上路还好是有二塔的存在 所以说 是剩下一个EZ 应该LG的这个状态 打完你的中路饼也应该老老实实回家好一点 在这个GD门口浪 万一把大龙buff丢掉的话 那么Iros还是有一定的空间 果然 LG是直接往回走了 我们下一次回家 这个装备又会彻底的变化一番了 看到这个经济已经领先一万四千了 是的 看到全场的经济 现在最高的是飞机 两个人都破万了 其他人的话也是 完全是压着对方的这个经济在走 辅助之间也是快差了一倍 打野之间也是两千多的经济 对方这个辅助是九千二的经济了 已经 拿了N个人头和助攻 这是关键 又买了一个八百六 这个杰拉现在是 出了一个团队装 那么之后就开始不法伤了 但是现在Iros这边是完全没有什么钱去出装备 只能继续的打这种防守了 现在在装备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下 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对 面对对方尝试推进 只能依靠塔这个来 找一点机会 炼金是根本都不敢再出小绿枪了 不停的在堆双抗 外塔肯定是要让掉 看看这个高地能不能守下 对方是带着大王buff的这一次 小飞机出了一个海克斯隐魔刀 这会看到发条的这个伤害是软绵绵的 没有帽子打到28分钟 这个消耗确实是 帽子没有法穿也没有 这是没办法 已经打不出来了 他又不像凤凰 你看这个QW是完全没有什么效果 对方强点堂 也是不敢打 蒙多被一个强盗 闪现 还好他是个蒙多 被强盗是另外一个人就赢了 蒙多也没有开大招 那么回家补击 一圈出来之后 还是可以多点一下的 这个上路高地已经是破掉了 上路的应该是难了 就看石头人也是在等你们的这个站位出现失误 好LGM是拆掉上路就已经是车退 直接再去下路 这个大楼buff时间还很充沛 直接往二塔走 你们现在是只能在家里面守 局势已经完全被LGM控住了 这一会儿是 艾尔克斯是没办法 很难回天了 男buff再一拿 雪上加霜 火上浇油 其实这场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艾尔克斯作为紫色方 没有选择换路 对 他们这个阵容如果换路打的话也不错 就是还可以接受 那么希望可以保证他们ADC前期的发育会比较顺利 对 打下路这个组合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而且上路本来炼金跟石头人也没有说哪一个人就是 就是炼金能很好的把石头人克制住 就双方都还是比较抗压的一个英雄 对 好吧 最后炼金选择是出到了一个反弹甲 不过这个东西对飞机 飞机倒真不怕这个东西 它的很多伤害都是魔法伤害 看来飞机现在的装备 是三项加无尽 还有一个这个 隐魔刀是吧 对 现在是 这个反弹甲 其实是南枪这类无尽红插流最害怕的装备 但是 这种有魔法伤害 飞机是三项 它靠的是这个减防呀乱七八糟的技能输出 所以说反伤 效果并不明显 而且石头人呀 凤凰就更别提了 连石头人都是出到了一个沙漏了 现在装备是一个压制 发条是连帽子都还没有 哎 行思以堪啊这个时候是 四个人投四个助攻的石头人 就依靠这种塔大龙小龙 就能压制 拿到了不少的经济 对方的辅助也已经是块帽子了 这 这个辅助都快比这个放条有强了 已经 现在的话经济是差到了一万五左右 不过还没到上一次Iros那场那么多 对他们 他们拖到了两万五 难道LGM这次也要继续吗 他们现在是集合在下路推进了 那么下路这个高地也是难守 好吧 现场已经响死了掌声 那么 看来这波团战就是非常关键型的一波团了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装备啊 有飞机这么高的输出 这波一波兵就能把塔差不多好 全送 但是被送往一个墙里得到非常尴尬 石头人是大师的 有杀了石头人 杰拉也是一个非常高的法商了已经 现在是三个AP 对 Aerox这会儿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了 最后辅助也是被击杀掉了 那么这一波的话 Aerox已经只剩下了一个萌多 闪现过去还要继续杀掉他 团面 这波就直接阻击地了 如果作为这个比较经验比较少的Aerox 对能够和韩国战队交手一次也是很不错的经验 对他们虽然说失败了 不过这个并不可悲 可以理解 大赛经验比较少嘛 好的那么我们恭喜LGM是战胜了 Aerox取得了下一轮的机会 挑战这个IG 他们两个人的话 将会在下一场给大家带来比赛 对下一场给大家带来的比赛就是LGM对阵IG 他们就可以不用动了 坐在这里等一等 等下场比赛的开始 好的那么 稍后休息 很快我们回到这个战场中来